然后接下来是在这个十四五规划里边 不是提出了这个双循环的经济模式吗 有一些观察人士就表示 觉得中国政府希望减少对外贸和外汇的依赖 因此也在质疑或者说在思考 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对这个对外开放感兴趣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啊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比较被动 中国人比较厚道 中国人比较善良 美国如果不制裁中国 中国干嘛非要搞这个双循环啊 我们外贸出口 我们大出大进 我们这个以外贸为增长 WTO之后我们发展的挺好的 但是美国人一看中国GDP 10年超过日本了 现在相当于美国7374了 美国人变脸了 美国人变卦了 美国过去接触性的政策改变了 变成锁定中国为敌 麦卡锡主义都回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把中国锁定为敌人 而且这不是意识形态宣传问题啊 这是你在经济上在军事上 没完没了跟中国过不去 从中国的民营企业 华为遭到打击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美国人是卡脖子的 美国人要中国喘不出来气 美国不想让中国人好好活 中国人被迫的 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被别人卡脖子 所以中国才会有卡脖子工程 中国才会呢要摆脱依赖 中国才会十四五计划当中 强调两个循环 所以你在稿子当中 一定要跟你们老板强调 中国人是被动的 中国人这种被动 是建立在美国为首的 西方的某些国家的 冷战思维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呢 整个西方世界都像舒尔斯先生 来华访问的时候 说表达那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大家一块做生意 互通有无 中国干嘛要干这 我现在一直用华为手机 现在华为手机 我在更新换代 难了 为什么呀 5G芯片没有了 美国人不给了 华为自己能够设计海思芯片 涉及到三纳米 是吧 很小 但是现在美国人不给了之后 你设计出来 台积电被让生产了 台积电都变成美极电了 所以中国的爱国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 都是被动的 你不打过来 你不欺负中国 中国人呢 是心甘情愿的 掏心掏肺的 跟你做朋友的 但是因为美国人这么胡来嘛 你不搞全球化了 WTO规则你也不遵守了 WTO仲裁机制 美国人捣乱都停摆多长时间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人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 我们被迫选择两个熊 我们被迫选择自己呢 找替代 你三纳米五纳米八纳米 你不给我 我怎么办 我用我的二十几纳米 我对付一下 我自己生产光刻机 我弯到超车超不了 我换到超 行不行 你汽车核心技术 你也不给我 那我就做电动车 现在我们比亚迪做的不错了 中国的电动车 现在全世界销量最大 市场最大 而且某些技术 跟德国可以比接 甚至有的地方都不差了 所以怎么看待 十四五规划当中 讲到双循环 摆脱依赖问题 总结一下 一 美国欺人太甚 二 美国改变国策 三 中国从原来对美国的依赖 到现在 你根本依赖不上了 你为了活命啊 说到最后 是中国人想好好活着 打个比方 中国是个大象 我根本就无意和老虎相争 再打个比方说 你有你的上帝 Oh my God 我有我的太